大魂门的藏魂阁是整个宗门的圣地 里面存在无数大魂门功法典击 这藏魂阁一共有十层 层数越高里面的功法就越强大和完整 按照大魂门先祖的推验 亡灵会在三年后进入第七层 三十年后进入第八层 三百年后进入第九层 藏魂阁第七层非空节中期不可如 第八层非空节后期不可如 如今亡灵的修为只有空灵巅峰级别 自然无法进入 但是大魂门少父却偏偏要与亡灵打斗 而且还拿出了自己的蓝死雨伞 和大魂门第九先祖的道魂法宝作为赌注 亡灵刚来先刚大陆正好缺少法宝 就同意下来并成功踏入第七层 如今亡灵正要进入第八层 天地跋荒一片抖动 幻化出的巨大阶梯 似通往天之尽头一般 站在上面第一层台阶的亡灵 如同仙神白发飘动 看起来有一股说不出的飘影 他低下头双目似扫过大地 最终落在了阎兰的山峰 那个被阎兰神识取代的女弟子身上 一望之下 女弟子身子漠然一颤 眼中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在亡灵目光一望中 阎兰有种神识 好似要被轰出这女弟子身体的错觉 似只要亡灵目光再多停留片刻 他的神识就会被生生轰开 这种感觉他从来没有感受过 即便是青年老祖 尽管可以做到这一点 但那种气势 却是让阎兰有不同的感觉 在阎兰看来 似乎亡灵不再是他之前所见的亡灵 这种错觉很奇异 分明是一个人 但却给了他两种完全不同的震惊 同样震撼的 不仅是他这大魂门内 此刻所有修饰 但凡与亡灵的目光对望者 纷纷脑海轰鸣 身子颤抖中起起后腿 他们全部都有种似灵魂要出效 原神被轰出身体的骇然之感 不分修为 最低级的弟子也好 修为高深的长老也罢 即便是几个走出闭关山峰的老怪 再和一瞬间 可怕的目光 还有青天风洞府内的青牛老祖 亡灵目光从炎鸾身上扫过后 转头直接看向这里 这一看之下 青牛老祖目光似与其对望 青牛老祖面色大变 身子漠然遗产 其身后立刻就有一团青气弥漫 化作了其本源真身 亡灵的目光很快散去 可在青牛老祖感受 却是心神震动 眼中露出金色 目光 无情 冷漠 更有一种似天地万物都在其脚下 需要向前摩摆之意 青牛老祖没有去过 稻谷一脉的皇城 他没有见过 漂浮在半空中的巨大城池内 几乎成天的谷祖雕像 若他见过的话 那么他必定会有一种极为熟悉的感觉 此此刻之天空幻化的亡灵庞大虚影 与谷祖辟靡天下的气势 竟然的相似 但在细节上 确实又有不同 在他的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此人绝不是亡灵 他是谁 青牛老祖面色苍白 身子一黄轰的一声走出洞府 站在半空 神色极为凝重 天空中亡灵巨大的虚影 收回了看向大地的目光 闭上了双眼 青牛老祖不了解亡灵的隐秘 他不知道 此刻之出现之人 同样也是亡灵 只不过 古今人的气势 来自其法则分身 在亡灵闭上双眼的一瞬间 他的脚步抬起 神色平静 从容的迈出一步 这一步落下 天地轰鸣 巨大的阶梯 虚影更是异化 仿若无法承受亡灵这一步一样 仿佛亡灵这一步 是从遥远的虚无内传出 莫说这藏魂阁 就连这大魂门 甚至这整个天牛舟 都无法承受这一步 轰鸣间 亡灵再次迈出一步 他脚步没有半点停顿 但也没有焦急之感 而是颇为从容 如同踏着自家的阁楼一般 慢慢的顺着阶梯走上 第三个台阶 第四个台阶 第五个台阶 在四周所有大魂门之人 沉默的凝望下 他们看到亡灵闭着双眼 走出了十五步 走过了十五个台阶 门内的弟子 一个个面色苍白 让所有的老怪眼露震撼 让青牛老左倒吸口气 更是颜鸣在女弟子身上的神势 忽然震动 似要涣散一样 他握紧了拳头 指甲深入肉中 低下了鲜血 天地轰鸣 闭着双眼的亡灵 脚步抬起 走上第十六个台阶 第十七个台阶 第十八个台阶的一杀 他的双目默然睁开 一股天地为压 从他的双眼内散出 笼罩下方大地 所有看到之人 纷纷下意识地低下头 不敢去看 阎鸣神石所在的女弟子 更是身子颤抖 其内阎鸣之神石 仿佛要被驱散 阎鸣我赢了 平静的声音回旋天地 王力迈出了最后一步 踏在了第十九个台阶上 进入到了这藏魂阁 第八层 在其话语传出的沙 阎鸣神石所在的个女弟子 身子聚阵 其体内她的神石骤然消散 女弟子退后几步 眼中露出迷茫 更是在这一沙 整个大魂门 一片死鸡 但很快 便又滔天的哗人 轰隆而起 她是成功了 连闯七八两层 王长老竟然真的 进入到了第八层 她的目光太可怕了 我从未在任何修士身上 见过这样的目光 青天风内 青牛老祖望着天空 慢慢消失的巨大虚影 神色变化不定 露出复杂 藏魂阁中 第六层内的阎鸣 面色瞬间失去血色 她身子一颤 再通往第七层的入口处 沉默不语 她手中的那个葫芦 此刻死有一股大力缭绕 要将其带走 可就在这时 阎鸣却是银牙一咬 狠狠地一握手掌 把葫芦大力地抓在了手中 嗯 你要反悔 在阎鸣握住葫芦的沙 王林的声音从第八层内赫然传出 与此同时 针针脚步踏着台阶的声音 从阎鸣上方默然而起 王林再进入第八层的一瞬 转身向着下方走来 这葬魂阁只要有一次 成功进了七八层 第二次无论是上下 都再不会于大魂门内出现天变 这一幕外人也无法知晓 但阎鸣却是有种似有一尊无上之心 从第八层向她走来的错去 嘎吱 嘎吱的脚步声 在这葬魂阁内起伏 王林的双脚慢慢地走在台阶上 向着下方一步步走去 很快她就走到了第七层 既然赌了 又要反悔 阎鸣 这赌约并非王某提出 是你自行提起 王林的声音平静 没有丝毫地波动 从这葬魂阁第七层传下 落入阎鸣耳中 及双眼瞳孔收缩中 阎鸣看到了通往第七层的楼梯尽头 王林的脉步落下的右脚 在她这个位置 她如今只能看到这脚 看不到王林的身子 在王林脚步落下的一伤 这阎鸣却是由种仿若置身在天地 面对浩瀚的太阳一般的错觉 你确定要反悔吗 王林缓步走下台阶 声音蕴含了一股如天威般的威严 这威严 似凌驾在这葬魂阁的禁止之上 似超越了仙刚法则一般 降临在这大魂门内 随着王林不断地走下 她的双腿 她的身躯 慢慢出现在了阎鸣的墓中 你确定吗 回答我 在第九个台阶上 王林一步落下 露出了完整的身体 话语平静 但却如雷霆轰鸣 使得阎鸣面色苍白 连续退出了树部 她眼中露出慌乱 在这一瞬间 她似忘记了自己的修为 甚至有了一种在王林面前 如同蝼蚁一般的感觉 此刻的王林 在她看去 不是王林 你是谁 沿了双眼有了血丝 声音近乎嘶哑的大汗 王林此刻 就是在以其分身的气势 来镇压这炎鸣 将其心神完全震住后 再起到心内 留下一道裂缝 让其日后再遇到自己 产生一种畏惧的心理 如此一来 则此女 对她日后再无任何威胁 彼此没有深仇大恨 王林也并非是要坏她悼念 此女日后修行如常 可唯独对王林 将会心生恐怖 不敢与其对地 拿来 王林脚步落下 再次踏出两个台阶 右手随意的抬起 但在阎岸感觉 王林这落下的两步 却是如同轰在她的心神 让她有种似天地崩溃 完全压下的错觉 似若不按照王林的话语 去交出手中的葫芦 她就会被天地挤压而亡 颤抖中 阎岸眼中的光芒似有了涣散 她无法承受这过 来自心神的威压 在这一刻 王林身上的气势 让她的心中 缠上了从未有过的恐惧 她的右手慢慢地松开 其内葫芦一晃之中 飞向王林 落在了王林的手掌内 王林双目看似平静 可实际上却有金光闪烁 这是她第一次 完全调动分身气势 第一次用来镇压对方 这股气势的强大 让她同样心惊 握住手中葫芦 王林转身 一步步顺着楼梯 向着第七层 第八层走去 她还要去选择神通工法 直至王林离开 身影消失在了阎缆的墓中 重让她恐惧的气息 才慢慢地散去 阎缆身子一轮 退后竖步 内心苦涩 神色复杂 第八层中 王林慢慢走了上来 这里地面满是灰尘 仿佛很久无人来临 死层不大 漂浮着九个七寸魂体 散发出柔和的光芒 这九个魂体内 蕴含了大魂门九种 极为强悍的道法神通 任意一个 都可以回天灭地一般 藏魂阁第八层中 王林身上的那股惊人的气势 慢慢地消散隐匿起来 直至完全消失无影 回到了茫茫的虚无中的分身里 分身的力量 王林不想过多地动用 每一次只需恰到好处 无需过分获取 否则的话 对其分身没有半点好处 甚至很有可能枯萎夭折 至于借分身之力进入第九层 这个念头在王林脑海中也曾存在 只是进入第九层的楼梯 王林隐隐能感受到 其上的威压极为强大 他并非不能上 而是代价太大 以现在的修围区强行上去 有些不值 藏魂阁中 只能选择一样神通 这一点 即便是王林也无法改变 他的目光在九个七寸魂体上 一一扫过 这九个神通功法所在的魂体内 王林感受到了魂隐归之术 多重幻道 还有让他苦笑的魂眼道 至于其他神通 王林并未见过有人亲自施的 可还是一一扫过 大魂们已魂幻神通瞩目 这多重幻术 看似大多数核心弟子 都可以略有施的 但实际上 最多也就是三四重而已 无法发挥出这神通的恐怖之力 一旦达到了八重幻术以上 威力惊天动地 王林的目光 在九个魂体中的第三个上面 停留下来 这被他所看的魂体 正是蕴含了多重幻术的功法 只有八重 此树九为极限 没有第九重幻术的功法 则不完整 王林眉头微微一重 看来此树的完整版 应该是在这藏魂阁的第九层了 王林沉吟中 目光看向第七个魂体 此魂体上散出的气息 与多重幻术所在的魂体一样强大 这第七个魂体内 蕴藏的是 阎鸾曾经施展过的魂影龟之术 皆此树在这第八层的魂体内 极为完整 王林目露思索 在这两个魂体功法上选择起来 第九层 我即便眼下不去 但日后必定还是要去的 毕竟九重幻术 我势在必得 如此一来 眼下倒也不必先行选择 且我有胡乱 选择这完整的魂影龟 才是如今最适合的 但想 王林眼中闪过一丝果断 他打定主意后就不再改变 身子一步迈去 来到了第七魂体旁边 盘膝坐下后 右手掐绝一直飘在上空的第七魂体 第七魂体身子一颤 立刻油光骤气 笼罩了整个第八层的铜石 慢慢地飘落下来 漂浮在王林的天灵之上 四桶打坐 阵阵如烟丝一般的游线 从第七魂体内扩散出来 顺着王林天灵 双目双耳 鼻子等蹊跷之孔 慢慢地钻入进去 王林神色平静 在烟丝一般的优险 钻入体内的伤 似有一个喃喃的声音 在其耳边地语 真正复杂的口诀 以一种龙魂的方式 慢慢地烙印在了他的灵魂内 似成为了本能 时间慢慢流逝 王林在这第八层内 转眼便盘膝吐纳了三天 这三天中 他一动不动 全部精力都放在了 吸收第七魂体中蕴含的魂影归之术 丝毫不知 此刻的大魂门内 他的身影已然深深地 烙印在了 每一个弟子心神内 几乎成为了一个传奇 连闯七八两层 这种事情 在大魂门内尽管也有 但古往今来 却是不多 对于这个新来的王姓长老 其身份与来历 成为了大魂门内 诸多弟子猜测的话题 诸多的猜测 可是却没有一个符合真相 知晓真相的几个人 也不会轻易去说 无论是樊山梦姐妹二人 还是青牛老祖 都是如此 即便是阎鸾 被王林在藏魂阁气势镇压 到心出现了对王林的恐惧 自然也不愿去提起 有关王林的任何事情 至于古国之秀的身份 也在青牛老祖的强力封令下 完全地被杜绝 下了闭口令 三天的时间 还不足以让这众人 对王林的猜测风波熄灭 在第四天的清晨 第一缕阳光扫过大地的时候 王林在藏魂阁第八层 睁开了双眼 其梦内四语之前有了不同 仿若存在了一丝丝雾气缭绕 看起来如同梦幻一样 然而日之一望 就会深深地沉浸在其内 死无法自拔 魂隐归原来是这样 王林喃喃再次闭上双眼 许久之后 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浊气 身子站起 向前一步迈去 走下了阶梯 一步步走在阶梯上 王林从这藏魂阁第八层 一路走到了第五层 第三层 直至第一层 大魂门的神通 无论是魂眼道 还是这魂隐归 都需要分化自身一缕残魂 以此残魂作为与天地沟通之物 借此施展一系列神通 难怪多重幻竹 我当年在洞府界无法研究透彻 只能借鬼脸番施展 且一旦此番不在手中 就无法继续施展此术 王林没露奇异之芒 走出了这藏魂阁 顺着存在于藏魂阁外的天地裂风 王林身子一晃 化作长魂呼啸而出 再且离开这裂风的沙 这青天风外的裂风 轰然必合 青天风洞府内的青牛老祖 看着王林离去的背影 松了一口气 若王林提前了三百年进入第九层 他真的不知该怎么办 一代老祖推演出 王林会在到来的第三百年 进入第九层 在其进入第九层的第九天 绿魔舟的三大宗派 将会联手灭绝 我天牛舟大魂门 与归一宗的道统 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天牛舟下 被镇压的天牛之魂 青牛老祖沉默 神色露出担忧 他尽管提前知道了这那些事情 也做到了一系列准备 但天机莫测 在王林身上 他感受到了对于未来的不安 一代老祖创立了大魂门 其身份极为神秘 即便是后人历代老祖 也无人知晓 只是有传闻 我大魂门的魂眼道之术 原本是两部 其中一部名为道眼魂 传闻中 一代老祖是某个隐藏在 仙纲大陆的极强门派中的 道统弟子 只不过在他一带 有两个道统弟子 他二人分别传承了 魂眼道与道眼魂 这两种不同的神通之术 而后老祖因一些缘故 放弃了获得道统的资格 独自离开 来到了这刚刚被先祖 封印而成的天牛州 在这里创立了大魂门 还有传闻 青牛真人想起 这最后的一个传门 不由得心神疑陈 抬头看向远处武锦之地 遥遥的中州所在 这最后的传门 实际上是大魂的历代弟子 搜集了一切能得到的信息 最终整理出来 只是因太过害人 故而说之为传闻 传闻 中州皇城内 国师上玄道一脉 所学之术 名为道眼魂 青牛真人沉默 他心中很是不安 许久之后 长叹一声 默默地打坐起来 王林一路飞行 在大魂门内穿梭而过 大魂门范围颇大 一眼看不到边界 只能看到一座座冲天山峰 但王林所过之处 却是从一处处山峰内 顿时散出神石化作身影 向着王林抱拳 很是友好的见过 王林性格一向是 别人若对他尊重 他自然也会尊重他人 一路飞来 与所有幻化身影的 同来含笑抱拳 这才回到了 他的燃烧的山峰 山峰外 凡山梦还在里 疲惫着身子 不敢离去 临近山峰 王林目光在不远处的 凡山梦身上一扫 神色如常 在踏入山峰的一伤 其声音回旋而出 进来吧 这洞府山峰还有些凌乱 你打扫一番 寻个洞府作为居所 随时听照 凡山梦低头称是 咬着银扬 轻步走入这燃烧的山峰 被热浪扑灭 顿时汗水更多 许久才勉强可以承受 狠狠地看了 远处王林离去的身影一眼 凡山梦压下心中的怨气 按照王林的吩咐 在这山峰的几个洞府内 开始打扫起来 王林回到了 山峰最顶处的洞府 在其内盘膝一左 右手抬起一番劲 手中出现了三个锦盒 这三个锦盒 正是青牛老祖 送出的三样礼物 这大魂门目前来看 对我还算不薄 倒也真的可以考虑 在这里滞留一些时间后 再去寻找师尊 且师尊那里情况 我还并未完全了解 但想来对于我 这个突然到来之人 必定有人不服 亦或者会有争端发生 如此一来 我就更要再去寻找师尊前 把修为提高 修为到了王林这种程度 对于未来的一些危险 隐隐可以有些感应 尽管不如那些 推演天地变化者清晰 但也可以作为一种把握 他隐隐有种感觉 倒过一脉内 似有一个自己的大劫在里 正缓缓地凝聚出来 只要修为足够 一切劫难都不是问题 眼下先看看 这大魂门算出 我会来到这里之人 给我留下了什么礼物 王林双眼一闪 目光落在了 第一个锦盒上面 这锦盒看似很是寻常 仿若俗物一般 没有丝毫的光芒 与脱沉之处 但这寻常的锦盒 却可以阻止一切神识探入 这一点又极为不凡 锦盒上还有一张 枯黄的纸条 似封印一般 散发出阵阵古老的气息 仿佛已经存在了 太久的岁月 直至现在 从未有人打开 这枯黄的风纸 望着锦盒 王林目露沉吟 但很快他就双眼一闪 右手抬起一把 撕开锦盒上 被封了无数年 从未被人撕下的枯黄风纸 在风纸被撕开了一杀 王林清晰地感受到 从纸条内传出一股奇异之力 钻入自己体内 急速流转一圈后 猛地缩回 似在判断打开 这锦盒之人的身份一样 风纸随着撕开 在王林的手中 似在这一瞬间 走过了无数岁月 骤然化作一片飞灰 消失在了王林的面前 唯独锦盒安静地 瞟在里一动不动 王林神色凝重 在这风值撕开的一刻 他隐隐私感受到了一股波动 从锦盒内传出 这波动很是隐晦 若非仔细查看 很容易忽略掉 抬起手 在锦盒上一挥 立刻这锦盒 啪的一声打开 露出了其内之物 是一枚黑色的 拳头大小的石头 这石头不规则 仿若与寻常知识 没有丝毫的区别 但在其表面上 却是有无数的小孔 阵阵隐晦的波动 从这石头上散出 弥漫洞幅 看着这石头 王林眉头一皱 他不知道这是什么物品 其神色散开 慢慢延伸至这石头上 但其神色刚一临近 却是立刻就被这石头上 无数的小孔 急速地吸收进去 王林不动声色 任由石头 把自己的神色吸涉入内 慢慢地 他看到了这石头的内部 其神色立刻有了变化 王林看到 一处独立的空间 一个苍老的声音 在石头内的一处空间内 悠悠传出 这是一块空间室 是我为您准备的第一样礼物 刚刚从洞府界 来到仙刚大陆的您 储物空间 必定会因仙刚大陆的不同 而很难打开 以这空间室毁灭 其内一个空间为代价 可以让您在储物空间无损中 取出一样物品 但不要多 只有一次机会 否则的话 这里的空间群会不稳 从而出现崩溃 这只是空间室的 其中一个作用 它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就是饲养天道 我知道您的手中 有一个不完整的天道 在这里饲养 会让它慢慢完整 这就是第一份礼物 希望您可以喜欢 苍老的声音慢慢平静下来 直至消失无影 任凭王林在这空间室内 如何寻找 也找不到声音的踪迹 王林目光一凝 神石从给石头上收回 钉着手中的这石头 王林目露沉思之色 他没有轻举妄动 而是把这石头放在一旁 目光落在了第二个锦盒上 锦盒上的风指依旧 在王林右手一挥间 风指被卷下 化作飞灰的同时 锦盒啪的一声 打开了 其内 只有一样物品 是一枚缭绕了雾气的玉剪 似着玉剪完全由雾气组成 在显露于王林目中的一杀 雾气翻滚 诡异地蠕动着 盯着这雾气玉剪 王林皱起眉头 右手抬起虚空一抓 立刻雾气玉剪飞出 落在了王林手中 在他的手碰到这玉剪的一瞬间 苍老的声音 证然浮现在王林心神之中 这是我为您准备的第二份礼物 这枚玉剪 使我一生浑眼道所化 可以为您施展一次 心刚变化 为您算出一件事情 但只有一次 声音消失 王林沉默 看着手中的玉剪 他似在其内 看到了无数身影交错 似乎只要他心神一动 就可指定一个人 用此玉剪来推演 这两份礼物 第一份上课 能让王林安全地 从储物空间 取出一样物品 更可以饲养天导 王林虽说动心 但却并非必须要获得 但这第二份礼物 却是迥然不同 已知第一份 要贵重数倍布置 若声音所说为真 可以用这枚玉剪 推演一次 自己或者别人的 过去未来变化 这对王林来说 是极为难得之事 甚至关键时刻 这枚玉剪足以保命 看着玉剪 王林内心怦然心动 许久收回目光 看下了第三个锦盒 第一个本就珍贵 第二个更是远远超出前者 不知这第三个又是何物 王林把玉剪放在一旁 右手抬起 向这第三个锦盒一抓 立刻这锦盒急速飞来 落在他的手中 锦盒上的风指烟消云散 甚至连同锦盒 都仿佛腐朽一般 在王林的手中 化作飞灰散落下来 露出了其内 一个支架盖大小 晶莹剔透的水地 这水地内似有 无数雾气缭绕 幻化出夺目的光芒 可以摄取心神一般 让人看到后 就会迷失在水地的世界中 一股浓浓的水本人的气息 从这水地内骤然扩散 笼罩整个洞府的同时 更是弥漫了这燃烧的山峰 此山峰的火海 被这水本人的气息一冲 竟然有了要熄灭的迹象 再看到这水地的一杀 王林立刻动容 他双眼瞳孔收缩 盯着水地 内袭掀起了大浪 这第三样物品 对王林来说 其需求的程度 远远超过了之前两样 这正是王林梦寐以求之物 他的水本源 在五行星上小成 但始终再无进展 无法达到圆满的程度 如此一来 修为始终停滞在空灵后期 无法继续攀升 即便是火本源真身凝聚 也依旧无法提高王林的境界 只是让其神通更连异 我已经有了七个本源 若这水本源能大成 立刻就会达到八个 修为达到空灵大圆满 若再能得到一个本源 便有九大本源 届时久久运转 修为轰开空灵 成为空悬修士 且个时候 我即便是空悬修为 但凭着本源 足以与空节初期一战 不会如今这样 须大神通才可一战 甚至在空悬后期时 度九次玄节 不须多次 一次就可以连续度过九次 成为空节修士 王林明白 自己修炼的道路 与别人完全不同 自己没有相够 所需全部都是 感悟以及掠夺天地之物 以这样的方法 在拥有九道本源 进入空悬境界后 也与旁人大不一样 可以说 王林修道的一切关键 都在本源这里 但本源说来简单 可实际上获得 且让其大成圆满 他这一生 这并非第一次 获得水本源水滴 而是第二次 第一次是在 诡异的天韵子手中 给了王林同样一个水滴 正是这水滴 加上在五行星的一番造化 才让王林的水本源小成 但眼下他手中的这水滴 却是远远超过了 天韵子送出之物 二者根本就无法比较 如同浩月与萤火之差 这一滴水本源之夜 是我为您准备的 第三样礼物 此物是我炼化天河洲 九十九条河流凝聚 更是从多个 水本源的修饰体内 温养过后被我抽出 您吸收之后 不知会不会让水本源大成 但想来 即便没有圆满 也是只差一丝 三样礼物 希望您能喜欢 希望可以在接受后 庇护我大魂门一脉 让我的后人 能重回中周 王林目光一闪 在心神内苍老的话语消散后 一把握住水滴 此物对他太过重要 握着水本源之夜 王林神士轰然涌入其内 仔细地搜悬了一番 确定其内没有端倪后 双眼露出金光 抬头看着洞府上方 其目光似穿透落在天空 若王某日后 有庇护大魂门的能力 会做到 随着王林话语传出 大魂门外的天空 似有一道雷霆轰隆而起 发出了惊天动地的轰鸣 在这轰鸣下 无数修饰被惊醒 尤其是青天风内的青牛老祖 更是猛地起身 双眼瞳孔收缩 心神一阵中 呆呆地望着天空 轰鸣而过的雷霆 在轰鸣雷霆中 王林所在的山峰洞府中 他左手抬起 掐绝莫然一致 立刻一股强悍的威压 从他身体内扩散出来 直接笼罩山峰 本源真身 为我护法 王林的声音 在这大魂门内回到 其右手掐绝下 却见这山峰火焰滔滔而起 全部凝聚在了他的洞府外 化作了本源真身 盘膝坐在外面 与此同时 凡山梦里 目光一闪 看了一眼山峰顶部 此刻被火焰凝聚的地方 不知起了什么心思 他右手抬起一把 抓住空间室 王林的储物空间内 有太多的物品 他想要拿出 但此刻无损 储物空间的机会 只有一次 王林目光一闪 内心依然有了判断 眼下对他来说 一个秀为无限 接近空节初期的傀儡 才是最有作用之物 或自古之目的 深处的一丝之傀 浮现在了王林的心神之中 他不假思索 再没有什么犹豫 抓着空间室的沙 神势涌入其内 骤然在空间室中 打开了他的储物空间 在其储物空间 被打开了一杀 这空间时立刻颤抖 其内一个空间 取代了王林的储物空间 轰然崩溃 在其崩溃的瞬息 一股滔天杀气 从王林储物空间内 骤然冲出 游光一闪间 王林的身旁 多了一个四肢在地 舌头星红 露出老长的猙獰身影 正是看起来 干瘦的如同 猴子一般的一丝之魁 真正嘶吼与凶煞的气息 从这一丝身上散出 他红着双眼 在出现后 死死的盯着王林 吼声中 慢慢似想起了 王林的身份 目中凶光彩类有消散 王林冷冷地看了 凶残猙獰的杀气身影 缓缓开口 以思为我护发 以思双眼凶光再浓 猛地转身 盯着洞府大门的方向 低吼起来 星红的舌头拖在地上 不断地扭曲 看起来触目惊心 此刻 若有任何人踏入这洞府 立刻就会受到 这一丝的疯狂攻击 王林还不放心 他低头看了一眼 自己手臂上 文王如墨般的图腾 在他看取的遗水 如墨般的文兽图腾 其双眼骤然露出一丝寒光 似于王林对望 文兽 是王林闭关中 为自己准备的最后一道防护 至此 王林踩了有放心 盘膝坐在洞府中 看住手中的水滴 目露激动 他深吸口气 拿着水滴瞬间 暗在了眉心之中 在水滴进入 王林眉心的瞬间 王林全身血液轰然沸腾起来 他身体内隐藏的 滴水本源之夜 立刻与这新进入的水滴融合 形成了一股惊人的变化 在这变化中 王林的身体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急速地干枯下去 刺他体内的一切水分与血液 在这一瞬间凝聚在了一起 他的身体 急速枯萎 仅仅是半炙香的时间 王林就如同变成了一具 骷髅骸骨 头发干枯 全身皮肤满是皱纹 如同死亡了多年的干湿 在他的身体内 凝聚在一起的水本源水滴 吸收了王林全身的水分与血液 晶莹不断 可却被隐藏在其身体中 外面无法看到 水本源的凝聚与吸收 就是这样 看起来极为恐怖 因修饰的身体内 自然而然的就存在了水 甚至血液 也是水的一部分 在凝聚这水本源的瞬间 身体自然会受到牵引 这才会出现 这如同干湿的一幕 时间慢慢流逝 转眼便是七天 这七天中 王林盘膝坐在里 一动不动 如同真的死亡一样 怕是任谁都会觉得 王林出了变过 两天后 动腹内的王林 其干酷的身子突然一震 双眼默然睁开 其梦里一片浑转 似就连眼睛内的水分 也都消失了一样 三 谁本源 沙哑的声音从王林口中传出 他干酷如果的双手抬起 默然掐绝 在其掐绝的一瞬间 王林枯萎的身体内 水本源水滴 似乎凝聚到了极限 轰然爆发 王林身子颤抖中 好似焕发了青春一样 急剧的恢复起来 这种恢复的速度 沙就完成 此刻的王林 再不是干酷的样子 而是皮肤晶莹剔透 身体内外似有一光流转 这样的状态 保持着九天 这九天中 王林身体内 融合在一起的水滴 急速的旋转 其大小 明显比两个九天前 要缩小了一些 似乎十八天前 一拧一散中 为一个循环 如今第一个循环过去 立刻开始了第二个循环 王林闭关的第十九天 他的身体再次出现了 诡异的变化 急速的枯萎 杀化作干尸 集体内水滴 光芒闪烁不断 如此周而复始 很快 王林的身体 在这干枯与饱和中 度过了七次循环 这七次循环过后 他身体内水滴 依然只剩下不足 之前的两成大小 时间已经过去了数月 数月的闭关 王林对于外面 大魂门的一切事情 置入网门 全心全意地沉浸 在这吸收水本源的过程中 他明白 这一次的吸收 若能让水本源 大成圆满 那么他的修为 就会立刻增加 且这水本源 是实质本源的一种 在王林的体内 同样存在 如火本源一样的问题 意志的融合与吞噬 只不过王林的水本源 之前只是小成 故而在融合这 新刚大陆的水本源时 排斥之力不会太大 可以被他承受 时间再次流逝 转眼又是18天 此刻王林的身体 在枯萎与饱和中 已经度过了八次循环 八次循环后 王林体内水本源水滴 已然极为稀少 甚至若不仔细看 都无法看清一样 在王林这持续的闭关中 他的本源 真身在洞府外 严密的护法 洞府内 更有一丝之魁存在 守护一切 以丝之魁许久不沾鲜血 此刻依然暴躁 在这洞府内不断的低后 时而回头看向王林 也是带着凶光 只不过在他的意识内 王林是其主人 这个念头虽说并不深刻 但依旧还是有一些作用 使得他多次忍住吞血的冲动 另外最重要的是 这以丝之魁 他感觉如今的主人 似于当年有些不太一样 仿佛在其身上 还存在了一股 让他恐怖的气息 这气息很淡 可却与魂融合 不分彼此 这也正是王林 让其护法的原因所在 此物是被王林找出 尽管凶杀逃天 但王林的意志 确实还可以起到作用 只要不是时间太长 不会出现问题 且随着王林修为的提高 这股意志会越加强烈 足以操控这凶残之魁 更不用说因他的分身 时时内蕴含的一缕气息 外人很难察觉 但一丝确实可以 凡杀梦同样在这山峰内 他观察王林闭关的地方 已经很久 如今已过数月 他内心存在的念头 越加的强烈起来 使得其从洞府内走出 慢慢的走向山峰顶部 距离百丈的范围 凡杀梦身子停顿下来 看着王林洞府外 游火组成的本源真身 他眼中露出忌惮之色 他并非是胆大倒 要去趁王林闭关出手 而是准备近距离的观察 想办法看出一些端倪 以便完成其师尊的命令 慢慢的克死王林 但就在他在百丈外 身子停顿的瞬间 却见洞府外王林的本源真身 突然睁开双眼 扫了凡杀梦一眼 被本源真身目光凝望 如同被王林亲自看去 凡杀梦心神遗产 连王低头 真要后腿 但就在这时 突然一声惊人的嘶吼 从洞府中咆哮回旋 一片浓黑的雾气 轰轰冲出洞府 幻化在了天底之间 雾气内露出一双凶残的双眸 更有一条新红的舌头 垂下雾气外 扭曲摇摆 看起来触目惊心 这雾气内正是一丝 他已经憋了数月不见鲜血 暴躁中好不容易察觉到 有人接近这洞府 立刻嘶吼冲出 在半空看到凡杀梦后 这一丝双眼露出嗜血残忍 仰天嘶吼间 直奔凡杀梦而去 凡杀梦的修为 达到了玄节第七次的程度 依然颇为不俗 但在一次的目光下 却是心神一阵 再加上对于亡灵的忌惮 使得这凡杀梦不假思索 立刻后退 但他的速度明显不如一丝 此愧嘶吼直奔凡杀梦而去 杀林剑 巨大的舌头一甩 就卷向凡杀梦 更是黑雾笼罩 把凡杀梦的退路封锁 轰鸣不断 阵阵巨想回荡天地 大伙们那只人 大都接到来自老祖的封命 静置靠近亡灵所在山峰 此刻纷纷察觉一变 凝神看去 阎伦正在盘膝打坐 此刻默然睁开双眼 神色一变 他几乎忘记了自己 曾派出凡杀梦去克死亡灵 此刻眼中露出一丝忌惮 其身一晃 直奔亡灵所在山峰而去 亡灵所在的洞府内 盘膝中的亡灵 正在进行第九次循环 也是最后一次 一旦这次成功 他水本源就会圆满 修为可以提高 但他体内水本源的水滴 却是在他身子急速枯萎 如同干湿的一杀 完全的耗费了 半点不存 亡灵猛的睁开双眼 其幕内露出一丝金光 水本源不够完成 最后一次循环 还差一些 我需要大量的水 亡灵此刻的样子 颇为恐怖 干枯的身体 如同一具骸骨 看起来很是惊人 他沉默中 忽然抬头 察觉到了洞府外的轰鸣 与阎湾来临的气息 一丝 回来 在阎湾临近其繁山梦 与一丝轰鸣的雾气的瞬间 亡灵的声音 从洞府内骤然而起 与此同时 亡灵身影一晃 直接走出了洞府 出现在了天地之间 其干枯的身体 恐怖的样子 立刻被阎岸看到 化作一声惊呼 阎岸双眼瞳孔收缩 此刻亡灵的外表太过恐怖 干枯的身子 完全没有半点血色 似乎就算是用剑 或开一道伤口 也不会有半点血液流出似的 他的头发更是干燥的 几乎要掉下的样子 且亡灵这枯萎的身体内 此刻没有半点水分 若非士气如今 强悍的元神依旧存在 则与此人无异 一袭白衣在身 很是宽松 如同裹着尸体一样 此刻的亡灵 身体内散出的恐怖感觉 让阎岸连续退后竖步 还有一丝斗法的凡山梦 在后退中看清了亡灵后 顿时倒吸口气 眼中露出海燃 他在修炼什么功法 怎么会弄成如此样子 在亡灵之前 沙哑的声音回旋中 以丝化作一片黑舞 回到了亡灵身旁 雾气中凶残的双眼 星红垂下扭曲的舌头 与此刻亡灵的外表相衬 使得亡灵如同是一个天地魔羞之伤 炎鸾 王某闭关 你来所为何事 如同干涉的亡灵 其失去了所有水分 似死亡的双翁 就连瞳孔也都无法转动 只能转头 以此看向炎鸾 但他这样的动作 不但没有减少其气势 反而平添了一股可怕的威亚 使得炎鸾心神一颤 再一次退后几步 王长老闭关 炎鸾无意打扰 只是这樊山梦 被王长老这奇异的傀儡攻击 炎鸾只为营救 此女是我的女士 不许炎鸾长老代劳 王林微微一笑 只是其笑容在干枯的面孔中 显露出了一股猙獰的味道 樊山梦身子颤抖 后退到了其师尊的旁边 此事眼下不及 炎鸾长老 王某有一事闻讯 还望告知 王林转头以其恐怖的双眼 看了樊山梦一眼后 向着炎鸾沙哑开口 炎鸾神色颇为凝重 对于王林 他已经从心底产生畏惧 不知王长老何事须问 王林声音如同两块骨头在摩擦一样 缓缓说道 这天牛舟 王某不熟悉 你可知什么地方有大量的水 最好是一片大海 水 它不是在修炼功法 而是在吸收水本源 炎鸾目光一凝 看出了问题所在 深吸口气 陈阴半想后轻声开口 天牛舟与绿魔舟的交界处 有一片无边无际的内陆海 距离此地约有九个月的路程 炎鸾没有犹豫 右手抬起一番之下 立刻便有一枚玉剑出现 被他捏在手中 神势融入进去 烙印了一份去往内陆海的地图 一甩间 这一剑化作一道长虹直奔王林 被王林拿在手里 凝神一扫后 向着炎鸾点了点头 炎鸾长老 多谢 说着 王林大袖一甩 看都不看樊山梦也 整个人化作一片雾气 直奔天空尽头 以丝之魁身子一晃 紧随王林身后 与屋气融合间 被王林收起 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下方山峰洞府外的 王林火本人真身 默然抬头 其幕内火光一闪 起身一极快的速度 跟随在王林身后 消失在了天地远处 直至王林离开 樊山梦才松了口气 方才的王林 带给他的恐惧 极为浓厚 很难忘记 阎文站在里沉默了很久 暗谈一声 他没有在遇见那作家 所说所给 全部是真 此刻没有理会樊山梦 转身向着自己的 山峰洞府飞毁 再说王林 离开了这大魂门后 在天空脚步向前一脉 立刻脚下波纹回荡 其身杀消失 与天地融合后 不见踪影 大魂门十万里外 一片天牛舟 很罕见的草原之上 天空中波纹扩散 王林身影幻化出来 他的样子依旧干枯如湿 低头看了一眼下方的大地 这里草原无尽 地底深处 还存在了诸多的洞府 显然是有不少散修在这里居住 之所以这那么多散修选择这里 是因为此地青草弥漫 透出震质仙气 尽管比不上一些山川 可却也不弱 极天草原 按照阎岸预解内地图所画 来到这极天草原后 再有六个月的路程 就可以去往与绿魔洲连接的内陆海 王林沉吟中身子向前一伙而出 化作长虹呼啸圆区 缩地成村融入天地之术 在这仙纲大陆上 王林即便解分身之力名 但却同样无法连续不断大范围施展 除非是距离不远 如之前从天山离去测试般 否则的话 像现在这样的大范围挪移 一下子走过近三个月的路程 王林需要间隔一段时间 他此刻飞行中右手抬起 顿时一声嘶吼 从他手腕上的文王水墨图腾上传出 却见文王如墨画一般幻画 拖起王林的身子 雀跃的四名钟 以极快的速度直奔远处 王林盘息坐在文兽身上 闭目凝神 他此刻的状态 尽管处于修尾的最巅峰 且神识强大 人神饱满 但肉身的样子 却依然还是一处隐患 必须要尽快吸收大量的水本源 完成第九次循环才可 文兽前行中 在这大草原上呼啸 引起了此地诸多神识的散出凝望 其中不少在看到王林与文兽后 都很快收回 没有理会 但同样也还是有一些神识 仅随王林身后 似有些其他的想法一般 草原无际 三天的时间 王林的文兽飞出了很远 身后跟随的神识 也消散了大半 只是却有三股 芦髓入骨一般 紧跟不断 这三股神识 其二维空旋中期 还有一人则只是空灵后期的样子 他们三人神识跟随 这一路上也打消了不少其他人的窥探 七天后 在这片草原 隐隐可以看到尽头的时候 王林感觉到自己的缩地成存之数 已然可以再施展第二次大范围的挪移 至于身后三道神识 王林根本就没有放在眼里 此刻身子从文兽背上站起 但就在这时 一个阴沉的声音 从其后方悠悠传来 前方位魔修道友 来到我极天草原 就这么轻易的离去了 与他废话干什么 一路追来 等的就是看看他到底是路过这里 还是在这极天草原有同道之友 现在看来 他只是路过 这样的话 留下你的飞行凶兽 老夫饶你不死 又有一个声音骤然而起 带着一股霸道 撕在其面前 不容王林质疑与拒绝 否则 下场必定凄惨 话语传来中 在王林身后的天地间 却渐天的一片扭曲 一只黑色的大手突然从天而降 身下云层 直奔王林一把抓来 狂风呼啸 阵阵轰鸣回到 这大手仿如蕴藏了极强的力量 距离王林越来越近 王林转过身 他本不愿招惹一些 没必要的麻烦 但此刻既然被人盯上 则大为不同 转身之中 王林眼中幽光一闪 其干枯的右手抬起 向着天空猛的一丝 一刀巨大的裂缝豁然而出 似要吞噬一切 似天帝在这裂缝内外 彻底被撕开分离 直奔手臂而去 这一丝之下 轰鸣骤然而起 天帝色变 却溅在王林的身后 一个巨大的盗骨手臂幻化 随着王林的动作 轰然四天 轰轰直升惊天动地 从天而降 抓向王林的黑色手臂 立刻就与裂缝碰到一起 直接崩溃 被声声撕开 三声温横传出 黑色的手臂在崩溃中 其内三个身影导卷 连连退后 化作了三人 骇然地看向王林 显然被王林方才一丝之力 所化神通震撼 他不是空灵修为 如此强悍的肉身之力 此人 此人足以堪比古国之兄 三人神色变化 此刻被冲击的 余波林身推动退后间 却是不假思索 分了三个不同的方向在 急速逃队 王林神色平静 他既然出手了 就绝不会轻易罢休 目光一闪 右手抬起向前 漠然一挥 一声嘀吼惊天而泣 以思之魁幻化 双目露出带着兴奋的残忍 直奔远处一人 瞬间追上 黑雾笼罩此人 凄厉的惨叫回旋 慢慢消散 紧接着 王林身下的文王 更是仰天嘶吼 瞬息而去 重向另外空灵后期的修士 急速之快 转眼就临近此人 还没等人反应过来 文王巨大的口气 已然刺入其身体内 猛的一息 在此人要反抗的一瞬间 远处的王林右手抬起 随意意志 意志之下 这修士立刻身子完全停顿 被钉在了里 眼睁睁的看着死亡临近 至于王林 则是身子一晃离开了文王背部 看着远处逃断的第三人 其身后本人真身化作一片火海 直接冲出 似燃烧天地一般 化作一张大口 向着第三人吞噬而去 这一幕极为惊人 天地连接的火焰大口 似吞噬一切 瞬息临近 一口吞第三人的杀 这第三人身体上 证然爆发出一片翠绿光芒 似要抵抗火焰大口的吞噬 师尊救我 在其话语传出的同时 大地草原轰然一阵 一个闷闷的声音 从这大地内回旋而起 小子出手 严格来说 几天草原才是王林 来到仙刚大陆的第一站 在这里他遇到了 天牛舟四大天骄之一 更是与对方大战一场 全身而退 并且王林还在这里 遇到了三位故人 出手将这三人救了下来 那么王林遇到的 三位修士都是谁呢 后续剧情大家请点击关注 就能在第一时间 接收到更新通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